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 蒋经国整日随时在蒋介石身边 等到彻底撤到台湾之后 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住 蒋介石已经坚定的要交班给蒋经国 1977年 蒋介石已去世两年 蒋经国完成了最后的布局 等着名正言顺的继位 而在此之前 他们都做了什么 惊而可骄 伟而可爱 1909年下 一名算命先生铁口之段 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毛福梅生下的儿子 必将贵不可言是 只有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相信 他带着毛福梅前往上海 直到怀孕之后才返回凤华 十个月后 正在日本的蒋介石得到家乡母亲传来的口信 他的长子蒋经国 于1910年4月27日诞生 母子平安 此外 王太夫人还有一个奇怪的要求 在族谱上将蒋经国登记为蒋瑞卿 蒋介石又帝 四岁是夭折的儿子 对于母亲的这个要求 蒋介石一口答应 不过这个要求也给蒋氏父子带来了一些小麻烦 后世有人因蒋氏族谱和凤华县档案记录而产生流言 称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 蒋经国十岁之前 蒋介石都对他表现出一种冷淡的态度 当然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 在当时的革命风气下 人人都希望和家乡的一些就事物决裂 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中 而当时的蒋介石也正在外地参加革命 直到1920年蒋介石返乡醒亲之前 蒋经国都没怎么见过父亲 一直在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成长 从此时起 蒋介石似乎才恍然大悟 这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 开始重视对蒋经国的教育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他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对自己孩子的记载 惊而可教 伪而可爱 童年 他领养了四岁的蒋伟国 从此时 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件和他的日记来看 蒋介石只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传统方法来教育他 开盟是用四书以及其他古文 为此还专门研请了当地的两位硕入顾清莲和王欧胜 不过 见过世面的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 在蒋经国十二岁时将其带到上海接受教育 那时 父子二人之间的教育互动就十分频繁 蒋介石把自己读过批著的书寄给儿子 要其好好揣摩 还要求蒋经国将自己的去韩保存下来 有空就取出来温习 不过因为他常常忙得没空写信 所以可供蒋经国揣摩的信件很少 1925年 15岁的蒋经国 被送到吴志辉创办的北京世界与专门学校上学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国共合作气氛的感染下 他很自然而然和左翼学生打得火热 不仅认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共产党员 还定期去苏联大使馆看电影 和使馆人员经常见面 如果按蒋是父子的教育模式来看的话 蒋经国此时的思想动向应该是一一向父亲汇报过 然而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左倾倾向似乎毫不在意 不久后蒋经国向吴志辉提出申请 要求推荐他去莫斯科 当吴志辉询问他为什么要去国外的时候 蒋经国意气风发地回答 为了革命 吴志辉哈哈大笑 告诉蒋经国革命就是造反 难道你不害怕吗 随即让他回去再考虑一下 两周之后 坚定的蒋经国再次向吴志辉表示决心去莫斯科 吴志辉这次没有再阻拦 只是说去试试也好 年轻人多尝试一次也是好的 为了此事 蒋经国还专程去了一趟黄土 先是找到上海母妈陈杰汝 在他帮助下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 不管是为了获得苏联支持 还是认同联俄容共 总之此时国民党内都不认为 送子女去苏联是什么危险的事情 蒋经国的行李 就是以后反共最积极的陈果夫给准备的 1925年10月1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我再次提示经国 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锦修 政治人物的两面 苏维埃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1925年到1937年 蒋经国都是在苏联度过的 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 到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 从列宁格勒又到莫斯科迪纳摩电厂 和郊外的集体农庄 然后又被送到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在1933年左右 还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极有可能就是古拉格 在那里待了九个月 才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一家大型机械厂担任主管 还和当地的一名女工费伊娜 伊巴杰夫娜和列娃相恋结婚 直到1937年4月19日才回到中国 在很多有关蒋经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 人们都会注意到他以后 在干南和台湾所实行的许多政策 都深受苏联影响 颇具共产党色彩 甚至就连当时国民党内部 也有人讥讽 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 就是一名共党分子 的确 这12年正是蒋经国人生观 和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这段苏联经历 给他的思想和作风 留下了深刻烙印 他在施政中重视下层民众 其余了解底层民间疾虎 和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苏联经历 不无关系 然而 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 绝不仅仅是亲民 当蒋经国到达莫斯科时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对决 还没有结束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 和共产国际托派气氛浓厚 率队迎接蒋经国到来的 就是当时托派干将之一 中山大学校长拉底克 而年轻气盛的蒋经国 则顺理成章地 投入了托派的怀抱 他是如此活跃 甚至让许多人认为 他就是中山大学中 托派的组织者 但到了1927年 蒋经国临近毕业时 共产国际派代表和他谈话 认为他可以进入军事学院进修 但条件是必须放弃托派思想 大约在四月底 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 成了中山大学中 第一批退出托派的学生之一 事实证明 这次退托非常及时 因为到了1928年1月 托洛茨基和拉底克 就被分别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米夫奉命在中山大学速托 凡是没有退出托派的中国学生 悉数被捕 大多数命丧抑 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在政治上 玩出180度大回转 事实上 以蒋经国的敏感身份 和参加过托派的前科 他在苏联却能平安地度过 血雨腥风的二三十年代 还在大肃反高潮的 1936年12月14日 差点加入苏共 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他的恩师拉底克和图哈切夫斯基 还有他认识的各级地方干部 不是被流放 就是被枪毙 但蒋经国却在日记和回忆录中 对这些朋友和老师的经历 只字不提 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 继续默默地工作 上进 争取入党 这些都或许从另一面 透露出他性格中惊人的冷静 不仅如此 在苏联时 他在政治上的谨慎成熟 就已经让人为之责舍 1928年初 中山大学一些人 写信给正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 蒋经国 提议成立一个江浙同学会 由他担任会长 这一举动很快就被苏联政治保卫部门侦查到 却始终找不到蒋经国参与其中的证据 但实际上 蒋经国一直暗中花费心思 交好一些来自江浙的同学 据他的同学严凌峰后来回忆 当时蒋经国为了接济江浙同学 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收音机 由此可见 蒋经国心机之深沉 作是滴水不漏 在蒋经国处事风格之中 有着令人费解的矛盾性 他能深入民间 注重底层 促进民主 表现出和蔼亲民的一面 但在另一面 当手握大权之时 他也能不动声色地杀得血流成河 制造白色恐怖 无论是亲民和蔼促进民主 还是手腕狠腊排除异计 蒋经国都能在两种模式中随心所欲地转换 都毫无心理障碍 这恐怕来自他在苏联的训练 正是这种政治手腕 让他日后文打文扎 一步一个脚印地斗倒诸多 实力和资历雄厚的大佬 顺利继位 打虎失败的教训 唯有儿子争可信赖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 蒋经国顺利成章地 于1937年4月19日返回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陪伴他长途跋涉 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 抵达海参崴的 正是后来的中共重要人物康生 两人在离开海参崴之前 还联名给莫斯科发电报声 现在党派我回国 请转告共产国际支委会 我会克尊党纪 其实蒋经国已经治不在此 他更在意的是和父亲重逢 是否会顺利 出于种种理由 他在苏联曾经发表过 和父亲决裂的公开信 虽然后来他推诿自己是被逼的 但是由于白纸黑字印刷在 真理报上被蒋介石看到 还是让他非常尴尬 在和中国驻苏大使蒋庭福 讨论回国细节的时候 他还曾担心地问道 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蒋介石当然希望他回国 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表示 我身判儿子能回来 羡慕在天之灵 一定欣慰经国归来 不久后 两人在杭州的国民政府 主席别馆中会面 在这次会面中 蒋介石让蒋经国 现在西口老家读书 书目一如十二年前 还是曾文正公家书 论语 孟子和王阳明文集 虽然父子间已经兵士前贤 但此时的蒋经国还远远谈不上接班人 眼下的他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 只是一个既无资历 也无军队的小角色 只有江西省主席熊世辉认识到 其货可居 向蒋介石提议 让蒋经国以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 名义赴江西 随后又任命他为 赶南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 自此 蒋经国算是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正是走上仕途 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蒋经国在赶南雄心勃勃 号称要把赶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 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 做到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遗川 人人有屋住 人人有疏赌 人人有工作 不过 他在赶南做出的成绩 正如其传记作者江南 刘一良 所说 热闹有余 城市不足 尽禁烟堵 抓抓土匪强盗 仅可放手大干 且容易看见成绩 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 注定非败阵不可 事实也是如此 当1948年局势逐渐恶化 为了挽救经济崩溃的命运 蒋经国受命去上海打虎 当他正洋洋得意地 将自己的干难经验搬到上海时 却没有料到十里洋场 完全不能和江西的山村相提并论 当打虎打到了孔祥西的大公子孔令凯身上时 孔令凯求救于宋美龄 而宋美龄找到正在北平督站的蒋介石 逼他下令让蒋经国放人 使得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打虎失败给予蒋经国极大的刺激 有一段时间他的情绪极为糟糕 一度陷入绝望 每日戒酒交愁 常常喝得鸣顶大醉 时而大哭 时而大笑 受到刺激的不仅仅是蒋经国 还有蒋介石 在这种刺激之下 蒋介石第一次产生了就连七家外妻都靠不住 再给自己拆台 唯有亲生儿子才是真心为自己的念头 恐怕也就是此时 他坚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江山交给蒋经国 蒋介石为儿子铺路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 蒋经国一直处于复闲状态 在仕途上陷入了停顿 这九个月里 他能做的只是整日随时在蒋介石身边 陪伴他度过最难熬的一年 然而 正是这种时时刻刻的陪伴 让父子俩的感情和默契日益加深 也正是这段时间父亲每日的耳提面命 让蒋经国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和圆滑 摆脱了干南河上海时期的鲁莽 等到彻底撤到台湾之后 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 但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 蒋介石已经坚定的要交班给蒋经国 退守到台湾岛后 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全方位重新整合 对蒋世父子来说 此次整顿是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浴火重生 更是一个为紫城赋业铺平道路的天赐良计 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 昔日政军界诸多大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地盘和军队 使得蒋世父子可以从容不及 控制整个岛内的局势 首先被蒋世父子盯上的 就是在大陆时呼风唤雨的孔 宋、陈三家 对这三家皇亲国妻的弄权舞弊 蒋介石一直都有所了解 只是在来台之前 他面临的党内外敌人上多 不得不对控 宋、陈三家就成为绝好的杀鸡警侯对象 最先出局的是四处树敌的CCC二臣 陈利夫、陈国夫 退台之后 蒋介石一边号称要改造党务 一边又不给CCC控制的中央党部好脸色看 只要是中央党部送来的文件 他一律不看不批原件退回 陈利夫被逼得没有办法 试探着提出要为大陆失败赴党务方面的责任 不再参加以后的改造工作 而蒋介石听了他的表态之后 一言不发 让陈利夫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知道从此出局 事后宋美玲去看望他 劝其归依上帝寻找精神寄托 而陈利夫指了指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照片 一指消沉地说道 这个活着的上帝都不相信我 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 这个活着的上帝不仅不相信他 甚至还对他恨之入骨 转头就令他在24小时内出境 让他再也不能在台湾正台上兴风作浪 此时的宋美玲全然不知道 蒋是父子的三把火救药烧到他家人身上 1952年7月 国民党七大召开之后不久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唐纵以中央党部第一组的名义 向总统府提交报告 称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的 13名第六届中央委员在海外卫归队 建议直接撤销党籍 宋美玲知道此事后大为愤怒 认为是蒋经国在背后捣鬼 更联系起上海的往事 闹个没完 最终迫使蒋介石让步 虽然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 宋美玲事实上保留了两人的党籍 但却在政治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 对他来说 恐 宋家人的确是他的至亲和精神上的寄托 但以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 在人人都在知识厚勇 痛改前非之时 他依然还像在南京时那样 要包庇自己的亲人 激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后来蒋介石的秘书周鸿涛 在回忆此事时还表达了恨自己当时势单力薄 无法帮蒋世父子撤销孔 宋等人的党籍之意 从这件事情上 也可以看出当时蒋世父子和宋美玲之间微妙的关系 由于蒋世父子把住了吸取教训这个道德制高点 所以蒋经国越是坚持原则 越是对宋美玲的不治之举进行抵制 就越获得舆论的好评 也更能反衬出宋美玲的无理去呢 其实从头到尾 宋美玲在政治上就没有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过威胁 在南京的时候 蒋介石还需要他拉拢美国 大搞富人外交 但到了台湾 底缘政治的现实已经迫使美国不得不确保台湾 蒋世父子已不需要富人外交就能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也就更不担心宋美玲的挑战了 实际上蒋经国对待宋美玲 更想对待一个名贵的花瓶 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的关爱备制 礼貌尊敬 实际上根本没给过他任何掌权机会 由情制到军队 蒋经国掌权之路 虽然在台湾蒋介石已经能排除其他所有山头和派系 建立起蒋世父子的强势威权体制 但要想真正实现船位 还是得一不一个脚印的来 而蒋介石最先传给蒋经国的 就是维护威权体制最重要的机构 情制机构 撤台之后 蒋介石曾经想过让毛仁凤将保密局交给蒋经国 而让毛仁凤改任副职辅佐他上马 但一声精明的毛仁凤居然在此事上发了一个大糊涂 朝鲜战争爆发后 由于美国深深介入台海局势 使得毛仁凤判断 以前长期负责对美外交的宋美玲地位会水涨船高 甚至有可能在蒋介石百年之后上位 因此走上了夫人路线 拒不肯将情制机构移交给蒋经国 对毛仁凤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就连他的老部下叶祥之也觉得不可理喻 劝他好好和蒋经国合作 但毛仁凤却充耳不闻 1950年3月 蒋介石连下三道首令 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 二是派于红军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 三是任命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梦基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 当时的彭梦基只是一个中将 在江星云级的台湾算是级别较低的 但是蒋介石坚持要用他来领导所有的情报机关 用心无非有二冒号 一是利用彭梦基地头蛇的优势去力压毛仁凤等人 二是故意让低级别的彭梦基来担任毛仁凤的上级 打击其起眼 彭梦基也不如使命 为了完成蒋介石交代的任务 在台湾演出了一招杯酒式兵权的好戏 为了打开局面 彭梦基在保安司令部里面找到了代理的学生 熟知情治部门内情的郑少远 在他的帮助下 以保安司令的名义 宴请当时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 久过三旬之后 彭梦基突然拿出蒋介石的首令 要求统一情报系统 并且提出所有机关的谍报工作人员 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件 才能合法办案 并请在座诸副主管加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 由于事发突然 又有蒋介石首令 副主管们只能纷纷签字成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 成了彭梦基的直接下属 随后又把在自己单位情报工作人员的资料 统统交给了彭梦基 从而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 事实上架空了以前的情报机构 随后 彭梦基拾去的请辞 将整个情治机构拱手让给蒋经国 而毛仁凤则被挂起 不久之后就病死了 其实 真正对蒋经国继位造成阻碍的 还是带蒋介石掌控台湾 官拜副总统的陈诚 自撤台以来 陈诚一直主持台湾实际政务 尤其是实施土改 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另一方面 无论是在三民主义青年团 还是青年军时代 陈诚都是蒋经国的上司 无论是从功劳还是资历来说 蒋是父子都无法轻易绕过陈诚 最终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 押住陈诚 力保蒋经国继位 1957年国民党九大之时 陈诚在党内已是副总裁 而蒋经国只是中央常委委员 无论从资历还是政绩来看 蒋经国都急需时间弥补 但此时最缺的就是时间 因为按宪法条款 于1948年开始当选总统的蒋介石 到1960年已任满两届 理论上应该退职 而以当时的形式 蒋经国无论怎么刷政绩 都赶不上陈诚 除非修宪让蒋介石连任 保持现有体制 让蒋介石继续积攒实力 对于陈诚有接班的可能性 蒋介石思前想后 最终使出了一招耍无赖来解决 他用修订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的方式 让自己可以无限连任 让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 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 蒋是小朝廷 要玩父子传位的游戏了 经此之后 连任副总统的陈诚 心灰意冷 于1963年12月 辞去了长期担任的 行政院长一职 面对此时资历上不足 直接接任的蒋经国 蒋介石又精心安排了一部妙招 选择没有派系 也没有根基的技术官僚 严家干作为过渡人物 而严家干之恩图报 一上台便让蒋经国 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 兼任国防部副部长 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 儿女庆家于大为 军队实权自然是落在蒋经国手中 被夹在中间的陈诚 此后一直心情郁郁 于1965年3月5日病逝 对于陈诚的逝世 蒋介石又喜又悲 葬礼极尽哀容 悲是因为陈诚作为 他最亲信的部下 长期忠心不二 喜则是因为陈诚的去世 彻底解决了蒋经国的继位问题 岛内再也没有任何障碍 可以阻止蒋经国继位 1969年 严家干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 事实上将所有行政大权 拱手交给了蒋经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